一辆辆俄军坦克在路上遭到轰炸冒出熊熊大火 俄国的坦克大军开到乌克兰境内 却仿佛变成敌军练习打靶的目标 乌克兰战场上到处可见俄国坦克遭到开罐头 也就是顶端炮塔整个炸开炸飞 专家解释都是因为俄国坦克设计上先天的缺陷 日本军事网站推测 俄军有至少300辆战车遭到破坏 其中有279辆是俄军被迫弃车或遭到敌军掳获 英军则估计俄军至少有580辆战车遭到炮火袭击 俄军现在目标专注在拿下乌东的顿巴斯地区 大陆央视专访俄国的军事专家 表示俄军目前首要任务 就是拿下克拉木托斯克摧毁防守的乌军 他表示俄军即将包围克拉莫托斯克 一旦包围整个城市决定性的战斗就会展开 美国资深官员则表示目前俄军在顿巴斯的进展 缓慢且不一致 只是不论美俄专家都表示俄军最大的问题还是补给 乌克兰军队也知道这一点将会努力阻断俄军的补给线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坦承乌东战况艰困 指控俄军强力轰炸顿巴斯的住宅跟基础设施 等于是要全力摧毁当地的任何生命 让这片土地无法居住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大批消防人员赶到这栋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楼 原来俄军轰炸基辅当天 飞弹击中的就是这里 只见瓦砾堆下还有人受困 托托人员赶紧救出伤患 乌克兰官员还带着记者 看看俄罗斯飞弹攻击的证据 他们说这沾满泥土的银色物体 就是俄罗斯飞弹引擎的零组件 俄罗斯飞弹明显是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下马威 基辅市长接受西安专访时也说 俄罗斯根本是冲着西方世界而来 这场访问做了一半 基辅市区还响起空袭警报 可见俄军的轰炸仍在持续进行中 基辅民众似乎也慢慢习惯 在炮火声中过生活 同样住在基辅的老奶奶 她现在唯一的依靠 就是这条被战火吓坏的爱狗 老奶奶说她的孙子 正在乌东顿巴斯地区作战 孙女已经逃到国外 她在镜头前失了眼眶 只盼战争赶快结束 她想和家人团聚过正常生活 TV新闻 谭根尼综合报道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潜艇射出正枚飞弹 他们说攻击的是乌克兰的军事设施 只是这一天在马里乌破的亚素钢铁厂里 还是能听见炮声隆隆 亚素钢铁厂已经被俄军围困64天 马里乌破市市长说 死守在场区内超过3000名 乌克兰军民 他们的生活条件简直比活在地狱还要糟糕 就连吃过各种苦头的海陆军官 都说不知道他们还能在钢铁厂里 撑多久 因为就在这个礼拜三 俄军的飞弹命中了钢铁厂里的野战医院 马里乌破市长说 那次攻击造成至少600人受伤 而且因为场区内缺水缺粮更缺药物 协助钢铁厂里的平民百姓撤离 已经是当务之急 只是在亲俄媒体眼中 俄军可是拯救人命的一方 大陆环球新闻网记者就说 他们在马里乌破尔 收到俄军开放人道走廊的手机简讯 但亚素营官兵的家属却说 这可能又是俄军诱敌的诡计 毕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乌克兰人道走廊的安全 根本不关俄罗斯的事 所以这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亚素钢铁厂内的状况 只怕会比地狱还要地狱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